佛說十善月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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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新加坡國際多元文化促進會 馬來西亞漢學院 及網絡前的同修 現場同修 大家新春吉祥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放長 今天是2023年2月2号 是我们中国传统名利 鬼卯年正月十二 再过三天就是元宵节了 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过年 在元宵节这个当中还是小过年 在过去农业社会 一般过年期间假期都比较长 大概在年底前一个月 过完这个年 过了年到农历 所以二月初二龙抬头 那么才开始农忙 开始工作 那么是过去农业社会 这个过年的假期比较长 大概有一两个月 现在是工商业的社会 所以假期就没有那么长 过去农业社会都是配合农作的时期 来放假 现在社会形态也不一样了 那么今天我们是新春 这个增业我们传统的过年 增业 这个一般叫增业 不叫一业 一业是西洋 都叫一业 在中国传统 在中国传统 这个讲增业 一业就讲增业 增业今天十二 今天是十二号 那我们今天算是新春 第一次透过这个论的网络 还有直播 跟大家继续学习我们去年 开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 讲记解药 我们去年 讲到这个正中文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 看下面这个经文 我们去年 讲到正中文 而时世尊告荣亡言 一切众生心想意故 造业意义 由事故有诸去轮转 去年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 那么这个讲记解药 我们也学习了十二条 我们今天接下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大家请看经文 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 我们大家对一对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意义 那么这个一段 接着前面的这一段 前面这一段 佛告诉龙王 佛告诉龙王 那么也是告诉我们大家 因为这个经在龙宫讲的 一切众生心想异故 这个始法界的众生 这个心想不一样 那么我们看每一个人的相也不一样 所谓相有心生 那么相不一样 就是说心不一样 这个心想不一样 个人心里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一般讲个人的思想 他的见解 他的看法 这个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心想不一样 造的业也就不同了 因此才有诸气轮转 诸气就六道了 为什么六道呢 这使众生的心想不一样 造的业也不一样 因此才有六道轮回这种现象 就把这个六道轮回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在这个正宗婚开头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 那么接下来 佛讲出来这个六道轮回 这个根本原因之后 然后挤出一个实际的 一个例子 一个代表 比较具体的加以来说明了 那么这个一段 这个龙王 如见此会及大海中形色种类 各别佛爷 那么 佛对龙王讲 你看此会 以及大海当中 这些生物 这些水族类的 它的形状 色彩 大小 各别佛爷 千差万别 如是一切 弥不一物 心照善不善 那么如是一切 这一切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这有差别呢 这么多呢 那么都是由于众生 每一个众生 他的心想不一样 有的心想善 他照善 心想恶 心想不善 他照不善 总不善 宗不善 与 亦 三叶 照作 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 这个节要 第一条 龙王 龙王是大众的代表 龙表千变万化 就是一切众生的妄想 分别执着 王是主的意思 在帝王时代 为帝王做得了主 花号失恋 全国臣民要听命于他 在现代则是指各行各业的领导人 那么这一条 这个讲记啊 我们 敬老和尚 那么以这个 表话 来给我们 解说 这个龙王 那么 龙王啊 是这个 十善烈道经 讲经法会的代表 也就是当机者 当机的 是大众的代表 那么这个大众啊 就包括六道众生了 实际上啊 也要 展开来讲啊 也包括四圣法界了 就是我们一般讲十法界 但是本经啊 前面那段经文啊 讲诸趣 那么是 篇子六道 那实际上呢 也是可以涵盖到十法界了 所以他是 大众的代表 那么龙呢 表千变万化 这个就表法来讲 讲他的含义了 这个 在经典上讲啊 龙啊 他有神通 他能变化 能够呼风唤雨 这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 所以龙 表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呢 就是指一切众生的 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众生啊 每一个众生啊 一天到晚啊 这个心里啊 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刹那的变化 那我们从一个比较 明显的地方来看 我们上午 这个心想跟下午都不一样 下午跟晚上又不一样 晚上睡觉啊 那跟白天又不一样 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啊 他的思想啊 那本来啊 那本来啊 思想言论 五义六成 深色前马 懂整整啊 这些声光啊 这些刺激 这些诱惑 那么 我们旺恿就更多了 那么多就是代表啊 听到完这个念头啊 想东想西 千变万化 千变万化 真的是千变万化 这每一个人啊 念头啊 都千变万化 那么这个千变万化呢 那就是 试炼处里面讲的 观心无常 试炼处第一 第一观啊 观身不尽 第二观观受是苦 第三呢 就是观心无常 无常就是一直在变啊 因为旺恋啊 它不断的在变 这个是把这个龙啊 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 王呢 是主的意思 主就能做主 做得了主 有自在的意思 在帝王时代呢 唯有帝王做得了主 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 他发号施令 大家都要听命于他 所以王他有主宰 自在的这个意思 所以全国人民啊 都要听他的 在我们现代呢 则是指各行各业的领导人 那每一个行业 比如说一个企业团体的董事长 最高的领导人 或者各阶层的领导人 总经理啦 各部门的领导人 这个都是王的意思 只有层级的大小 这个王啊 在现在话讲就是 各阶层的领导人 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那么这一条我们老上用这个 表华的意思啊 把龙王啊 那给我们 来说明 我们再看第二条 二 如见此会 今天起见十善业道的大会 目的在讨讨论十善业道 参加这次法会的人 有八千大比丘众 三万二千菩萨众 虽然只说了比丘菩萨两类 而实际上把社会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通通包括在其中 这个 也是给我们引申出来的 如见此会 此会啊 就是起见这个十善业道经 奖经的大会 那么主题啊 是在讨论十善业道 讲这个十善业的 参加呢 这个法会的人啊 就人间的人 有八千大比丘众 大比丘众啊 那就不是一般的比丘啦 一般比丘就小胜的比丘 小胜的比丘啊 他修到正国啊 就正阿罗汉国 所以经典啊 讲比丘再加个大 那就啦 七别啊 他不是小胜的比丘 他是大胜比丘 发大胜心啊 回小向大的 那所以叫大比丘众 那不是一般的小胜的比丘啦 他是发了大心的比丘 他要度众生啦 不是小胜比丘啦 只是自己做个治了汉 那这个就不一样啦 那么大比丘众 当然在佛陀这个时代啊 起码都正阿罗汉国 在修正来讲啊 都是阿罗汉啦 那三万二千菩萨众 那菩萨众当然那就 他的成绩就更高 修六度万恨 那么这一会啊 是在龙宫讲的 那这些参加的 在人间的人啊 举了这两大类 虽然只说了比丘菩萨两类 而实际上啊 把四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通通包含在其中 那么这个 我们 听经啊 总之看到佛讲的这个 经啊不是在人间讲的 难免啊有很多人他有怀疑了 怀疑什么呢 怀疑这个是 不是佛讲的 是后来佛的地址编的 有些人啊 对大圣经典他就不相信了 相信原始佛教 佛在印度讲的 在这个人间啊 讲的 有足迹可循的 那么他们才相信 如果是不在这个人间讲的 人间找不到 他们就不相信了 那么我们 一般人啊 不是深入经教的人 当然他们有怀疑 那么当时啊 这个讲记 是在新加坡讲的 在大概1998年那个时候 记录现在了25年了 那当时啊 很多来听经都是 刚刚啊 接触到佛教来学佛的 或者没听过经的 而且新加坡啊 它这个环境 也是一个很现代化的 一个国家地区 那么大家都接受啊 西方科学啊 这种思想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看牢上啊 当时讲的 他针对的一个对象 那么你讲这个啊 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 他比较容易听得懂 就是 他把这个就带过去 实际上啊 他就把社会啊 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啊 通通包括在其中 男女老少呢 我们都有份啊 那实际上 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上也是这样 当时啊 当时啊 在龙宫有没有各行各业 我们没看到 那没看到 你怎么知道有各行各业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 佛讲这个经啊 为什么一开头讲一个一时 他这个时间啊 不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啊 一时就是佛的啦 什么叫一时呢 任何一个时候 只要呢 大家在学习这个经典 那个这个时候就一时 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十三月道经 我们现在就是一时啦 佛经超越时空啊 那我们现在 这一个一时 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十三月道经 在人间啊 那我们在座啊 有没有各行各业 你们做的行业都一样吗 不一样啊 我们现场的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其他地区网路上 显得童修 那的确是各行各业啊 所以我们老上讲得也没错啊 现在如见词费 不是也是社会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都有吗 的确都有啊 实际上啊 实法界通通有 通通有 因为佛经它是超越时空嘛 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个地点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也就没有疑惑了 我们再看第三条 即大海中 大海中是比喻社会 本性是佛在 苏杰罗龙宫讲的 苏杰罗龙王是佛的学生 也是菩萨摩河沙 是菩萨事件 苏杰罗是梵雨 意思是咸水海 佛说法都是意在言外 咸水海就是苦海 形容苦海无边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表法 这个佛门常常以苦海来表法 六道轮回 生死苦海 用这个来表这个六道 那么此地给我们讲 大海中是比喻社会 我们现前社会 这个各行各业 在家出家男女老少 那么本经是佛在 苏杰罗龙宫讲的 在龙宫 那龙宫就不是在我们人间了 是在龙王的宫殿 那么现在科技发达了 潜水亭潜到海底 好像没看到龙宫 这个龙宫 我们看不到 太空人 太空船登陆月球 在西方国家 这个美国第一个登陆月球的 太空人登陆了 他们说没有看到上帝 所以西方人宣布上帝死亡了 没有上帝 我们是飞上去没看到上帝 那实际上 这个 龙宫有没有 那当然有很多人 他有疑问 不学佛的人 他不相信 那很正常 这个也很正常 就是学了佛的人 他也未必相信 比如说你信南传佛教国家 你讲这个 他不相信 在人间讲的他才相信 不在人间讲的他认为是后人边的 像地藏经是在道立天讲的 那法源经是在定中讲的 那法源经是从哪里起出来的 从龙宫 也是从龙宫 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 这个三十几年前 认一个在家居士 我们也为了这个 在辩论 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辩论 他说龙宫是古代印度 一个地方的地名叫做龙宫 不是真的在海底那个龙宫 我说不对 根据记载 龙宫菩萨从龙宫取到人间来 如果是在人间的一个地名 在印度的一个地名 他就不必要说取到人间来 本来就在人间了 我就这样跟他辩 我是根据这个记载 那么他就认为是 就是一个地名 我说不是 真的有龙宫 只是我们没看到 那么这个问题 也是要解决的 不然你那个仪就是在心中 到底有没有 那么活法呢 荣是人家存疑 荣是存疑 就是你不要去否定 你不能肯定也不要去否定 你存疑 有待查证 哪一天你去查证 确实有龙宫 那么我们如果有禅定的功夫 定的境界能够突破时空维持 你看到的 除了人间之外 其他的法界你也看得到 你也接触得到 在定中 他就突破这些界限了 我们现在讲 突破我们这个三度空间 突破这个界限 那么我记得啊 很久以前啊 看这个《夜维草堂笔记》 我对这些 这些故事啊 蛮有兴趣的 另外一本书啊 也是清朝人写的 普松林写的 《辽哉》 那么《夜维草堂笔记》 是季晓兰啊 他写的 季晓兰他不是佛弟子 但是他很有学问啊 国学啊 文学这些弟子都好 所以他 乾隆皇帝啊 叫他主持编这个《世库前书》 主持人啊 总编辑 他负责 这个工作他负责 那么他这个笔记啊 他记载的 就是有听人家 当时人家讲的 有自己见到的 有自己的亲戚 也有朋友 那么收集的 他都一条一条记录下来 那么他的笔记啊 我给他看一看啊 就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讲叫新闻报导 新闻报导 那新闻报导啊 这些报导啊 当时很新鲜的事情啊 比较超乎寻常的 他就是记录这些了 专门收集这些资料 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呢 别人不相信啊 我很相信 因为呢 我有经验啊 这个经验告诉我啊 真的是有六道啊 那经验上讲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圣言量 那么这个事情啊 当时他是清朝时代 距离我们现在的 两百多年 两三百年 那个时代记载的 他记载的 有福仙啊 鬼魅啊 那还有一子啊 记载啊 龙王啊 龙王他这个 不是大海的龙王 比如说 长江黄河 大河小河都有龙王 只是大小不一样啊 阶级不一样啊 管的范围不一样 那像这里大海 那个是大龙王啊 那又中龙王 又小龙王啊 那这个这个 管的范围不同嘛 我记得看过一则 我刚才翻了一下 这个叶维草党 他记载啊 密密麻麻的 那等我慢慢查到 再跟大家分享 那的确有龙王 那么这些神众 的确都有 特别我们这个 做三世系列 今天有一个 同修的女儿 来留拜年 她也常常梦到很多 一支梦 那我给她讲 这个我很有经验 我自己也是常常有这个 一支梦 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年啊 做法会啊 看得太多了 特别是护体的这一类 护体这一类呢 这个这个 有一次我在山东啊 2008年啊 4月25号 我们敬老和尚啊 建议如将实际禅室 满城牢上啊 起见啊 户国习栽 摆棘系列法会 是那个时候开始 那么满城牢上 他也答应了 要办这个摆棘系列 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开始呢 我们在那边啊 本来要去做一天啊 变成要做七百天啊 4月25号 开始 做了18天啊 汶川大地震 大家知道真有灾难啊 不是假的 相当严重啊 后来在如江啊 我们在实际禅室呢 如江实际禅室啊 我们做这个法会啊 第一天啊 实际上是那个大殿啊 那个众生啊 我们是看不到 但是呢 我进去那个大殿啊 整个头是晕的 晕头转向 在唱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庄严师他就负责音响 音响怎么搞都搞不定 那有一个北京来的基士啊 第一次来 第一次参加法会 那一天他就被附提 所以庄严师他负责音响 要要附带啊 去负责这个处理附提的事情 那后来就越来越多了 每一次 每天做法会 几乎都有 那是多得不得了 这个大概古今中外啊 前来啊 那我们牢上在那边齐情啊 那个众生一下子很多来啊 真的是招架不住 后来做了四个多业啊 这个山东 吉老菩萨说 他们那边也要做 有一些年轻法师啊 要学这个三十系列 他们也要做百七 那么我到卢江啊 还没有做百七 前一年啊 我们老上教我去教法器 教他们常驻法师啊 教法器 教他们这个做三十系列 那么去那边坐了四个多业啊 他们常驻法师也大概都学会了 那学会呢就 后续的教给他们常驻做 那后来呢 我就到山东啊 德州啊 再去带啊 金山寺那些法师啊 他们来学习三十系列 我第一天啊 到那个金山寺啊 他这个试验很大 派出所啊 派个警察呢 在那边当守卫 第一天去啊 晚上啊 那个警察就把我拉到他的警卫室 他打开那个那个电视荧幕啊 给我看啊 他说我们这边要办法会啊 这个众生都 都进来了 都进来了 他指着荧幕给我看 那个一个小千千千 一个小千千千 他说 法师你看啊 那个是不是啊 万人啊 人头转动 就像那个万人要挤进来啊 那个人头转动 我看啊 事事有点像啊 但那个警察呢 他信得不得了 他好相信喔 他说 那个数字这么多啊 我进来了 第一天去 那个警察就告诉我 那么去做了几天呢 这个 他们里面啊 这个讲了很多事情 其中讲到一个 边工啊 一个内蒙古来的 一个义工 听到我们那边要做 也要做百七啊 他这个 来发心啊 他是比我们早 就是 我们还没有到 这个 这个庆云啊 他就去做一段时间了 那么听说呢 他们这个 有 遇到鬼啦 遇到鬼 他们就讲给我听啊 说是什么一回事呢 他说我们这边有个边工啊 他是 发心啊 这个电器方面的 电器方面 那么每一天晚上呢 十二点他都要负责啊 去寻电缆 他被 怕那个电线啊 被小偷啊 拖走 所以每一天晚上十二点啊 人家都休息啦 他拿着手电筒 那个山东 那个金山寺很大 他这个实验里面啊 有广场 有牌楼 亨哈二将 然后在四天王殿 然后在大殿 那后面才是佛塔 才是疗法 非常大 那广场外面啊 周围啊 又是一条路 那么路 对面啊 两边啊 都有商店 属于试验的 就是做一间一间的商店 租给 租给人 卖衣服的啦 卖日用品啦 还有包括小礼社啦 这个餐馆啦 那么有一间礼社旁边啊 有一间没有租出去 空着那间没有租出去 没有租出去啊 他们平常就晃晃经书 那么那天晚上这个边宫啊 达到这个礼社 因为十二点了嘛 大家都休息啦 那这间呢 那门是锁着 那灯都暗暗的 但是听到里面呢 好几个人有男女的声音 在讲话 在对话 那这个边宫他 他说呢 他是从小都读这个无神论的 在大陆啊 都是无神论的 不相信有神有鬼的 他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说 什么鬼神这一类啦 他的想法就是 大概一些年轻人啊 搞对象啊 他们大陆就是搞对象 搞对象啊 搞对象啊 我们台湾叫谈恋爱啦 跟年轻人三坑半夜 谈恋爱啊 那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啊 那他说 那可能是年轻人啊 有男有女啊 躲在那边再搞对象啊 他也就不在意啦 就往前走 他后来想一想 不对啊 那个门没有开啊 门锁着啊 那是寺院的啊 那他人怎么进去啊 那就很好奇啦 那就走过去啊 耳朵靠近那个窗户旁边啊 听听他们在讲什么 那结果 好像好几个 有男有女 就在对话 他听到啊 这个温啊 你从哪里来啊 他说温山来的 有的说他从独江宴来的 他们啊 直到这里在办法会 从四川过来 那么他们想要进去试验啊 试验有共灾嘛 有共灾 但是那个大门口啊 有哼哈恶将啊 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呢 生前没有归一三宝 没有学佛 不准进来 没有归一证 不准进来 不让他们进去 那说我们现在呢 孤魂列鬼啊 那寺院的 要来讨个吃的啊 哼哈恶将 不让他们进去啊 他们只有在外面啊 当孤魂列鬼了 他跑到那一间去 跑到那一间空房子去 那么就是5月18号不是那个 四川大地震嘛 那不是压死很多人吗 然后这个边公啊 听到这里啊 才知道原来是鬼啊 这个四川来的 那就是被地震压死的人啊 跑到我们山东来啦 要来参加法会啦 这个哼哈恶将啊 不让他进去 他挡在外面 他们就讲啊 讲到就说 哎呀我们好可怜啊 生前没学佛 现在呢 想进去试验啊 人家都不让进去 只好在外面啊 受饥寒之苦啊 当孤魂列鬼啦 他讲得很清楚啊 冰公也听得很清楚 那个冰公那个吓得 这个这个就往前跑啊 遇到鬼啦 就差一点啊 掉到水锅里面去啊 他们讲给我听啦 我又找冰公来啊 我在跟他证实 他听到我要找他很高兴 把他太太也带来了 我求证一下 我说人家说你遇到鬼啊 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啊 他说有啊 千真万切啊 都从头再给我讲一遍 他说我是无神论的 但是我真的碰到鬼啦 不能不相信 自己亲自碰到了 如果他听别人讲 他也不会相信 自己亲自碰到了 他就相信了 后来我去求证这个事情啊 证实之后啊 那么我就给 试验里面啊 这个负责人讲 我这个齐老菩萨讲啊 我说你们就慈悲慈悲啊 我说你那个 那个广场那边 你们亨哈二将啊 这个门里面 你让他进来 那这个前面啊 一个牌楼 一个广场很大 我在广场里面啊 给他搭个棚 然后我供供这些 四川来的孤魂野鬼 这些牌围 还有包括十方法界无事孤魂啊 给他立个牌围 那么我就想啦 常住的法师啊 每天晚上啊 有人发心机放个小蒙山啊 那么就是下午之后啊 准备一些供菜多一点 这部师给这些孤魂野鬼 那么试验方面也答应了 我在做白旗 每一天都有法师去施食 那我共饭共菜 他就在外面吃 如果我这个记下来 是不是跟叶维草堂记小兰记的一样呢 一样啊 他是清朝时代 我是民国时代的啊 这真的啊 真的不假啦 其实啊 这个鬼神的事情啊 我年轻的时候也实验过 年轻时候我母亲都带我们 从小都拜神拜到大的 什么温祖宫啊 行天宫啊 那个祭宫庙啦 那个城隍爷啦 马祖宫啦 土地宫啦 什么室啦 什么庙 反正有庙就拜 那么 我们慈慧堂啦 姚慈金母啦 规定都要拜的 这是硬性规定的 都要跟着他去拜 那么我们那时候住在戏 那么我们那时候住在戏子 我这个出生地在五堵 有一个小慈慧堂 那个也是发心的 那个人家发心的 浮击的 我在当兵之前啊 几乎每一天都跟我母亲去 我母亲们 哎呀赶快啊 去拜一拜啊 如果有什么事情 顺便问一问 大事小事通通去问 感冒也要去问 吃那个香灰啊 以前是行天宫啊 我那个香灰是吃到大的 以前啊 那吃一吃的所有奇怪 也就这么好了啦 那你说什么科学根据 我看什么科学都没有 反正他叫你喝你就喝就对了 那么我去当兵退伍啦 退伍了呢 我的一月份退伍 那个农历还没过年 那个过年啊 军队啊有发这个年终奖金 那我在台北市 我没有领到啊 我们一个同袍啊 问我有没有领到 我说没有啊 他说他领啦 他叫我赶快去领 那我就跑到台北市团馆去去啊 要领这个钱 他说没有 你这个名字不在这里 没看到 那没看到呢 我第二次又再去问 他说没有啊 这里名册里面没有你的名字 我说不对啊 我这个被真调入伍是在台北市啊 怎么会没有呢 他说那你现在这个地址还在台北市吗 我说不是啊 移到台北县去啦 我又帮回去细址啦 他说你现在跑去去树林啊 台北县团馆去 你的名字应该移到那边去啦 结果我去那边去找 也没有 我说奇怪啦 那我就是台北市跟台北县 那怎么会统统没有呢 别人统统有 那我就很不甘心了 那总会这样喔 很不甘心 也放不下 放不下 很不甘心 别人有没有 怎么可以呢 所以我就 至少没有 后来那天晚上啊跟我母亲到慈慧堂进 去拜拜 刚好哇 又那个一个女众扶击啦 欸 我说欸 可以问一问啊 我这个年终奖金到底跑到哪里去啊 结果我就去问了 问了他没有明确的讲 他说 你明天再去查 那个神是小孩子神 叫做九龙三太子 小孩子的神啊 他说你明天再去 那我跟你去 去查 到台北县屯管去去查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去啊 我也没看到 那九龙三太子在哪里 我没看到啊 他是浮软的 附体的 他说你明天要出门啊 你烧山树香 到你家门口啊 对空 对空中讲 九龙三太子啊 某某人啊 要去查这一笔钱啊 请你跟我去啊 他说我这样讲啊 他就会跟我去啊 那我第一天 我就真的就烧山树香了 九龙滩这个 我要去查这一条钱啊 请你跟我去查啊 我就自己坐公车去啊 也没有人陪伴我啊 其他人也不知道 结果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那个 一个少尉军官啊 管财务的 你怎么又来啦 跟你讲没有就没有啊 我说怎么会没有呢 台北市 团管区说我 我们现在地址移到台北县 那台北县要坐你们台北县团管区啦 那他很无奈啊 很无奈啊 不相信你自己进来看啊 我这个本质给你看 你进来 进来看 我就进去看啊 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 真的没有我 没有我的名字 那我就回来了 那天晚上又去问三太子了 三太子啊 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去啊 还是查不到啊 我就问啊 你说要跟我去 我也没看到 你有没有跟我去 那你就稍想给你讲 你有跟我去 我去啦 你有去吗 我就问啊 他说有啊 我都跟着你去啊 你不是站在外面 那一个人 他那个金官啊 他的表情他还要表演给我看 他就这样看着你 然后你在那边翻翻翻 他就在旁边盯着你看 那我在翻 当然没有看到那个财务官啊 怎么盯着我 他看到啦 那他讲的是很准啊 那这样啊 一核对啊 我就说 感谢三太子 你真的要跟我去 我说跟我去 还是查不到啊 他说你明天再去 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啊 再去啊 再去给那个财务官啊 又会给我脸色看啊 上去找他麻烦 我再去了 你怎么又来了啊 跟你说没有就没有 怎么不死心呢 我说奇怪呢 明明我这个地址就台北市台北县啊 没有搬到其他地方啊 那怎么这个名字不会在这里呢 后来呢 这个财务官啊 忽然他想到了 他说台北县 台北县很大啊 你是台北县哪里啊 我说戏子 我这么一讲啊 他说哦 你在戏子哦 那你这个钱啊 是在基隆啊 在基隆海军 海军那里啊 我说我是当陆军的 怎么跑到海军那边去呢 因为你家离那边比较近嘛 所以戏子到基隆比较近 所以叫你去那边领 我说你也没有通知我 结果呢 弄了半天啊 哇 真的不甘心啊 好 再跑到呢 基隆那个港务局啊 那个海军啊 海军啊 那个团馆区去啊 结果去海军那边啊 果然在那边 那个时候啊 台币好像三四百块啊 但是那个时候钱比较大啦 我说哦 好辛苦啊 要好好来吃一顿啊 但是我想一想 这个三太子有帮这个忙啊 应该先买一点水果来 给他拜拜啊 向他汇报啊 这个钱找到了啊 所以 那个时候啊 我还年轻 虽然在听经了 但是 对这个鬼神的事情 还是半信半疑啦 到底有没有 我也没看到 但是透过这一次啊 证实的是有 就证实是 真的是 有这个神啦 只不过这个鬼神神通道立啊 大小不同 我们邪乐佛啊 听了经 知道这个六道的一个情况 这是真有啊 所以叶维草堂笔记 遥灾 我们牢上都讲过啊 这些记录都是真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啊 我这个亲身的经历 我记录下来 你去对照一下 跟那个叶维草堂笔记啊 是不是一样 一样啊 这个就像新闻报导啊 还有几年前 我看到新闻报导那个 以前一个市长 他就挖一棵树 没有事先告诉树神啊 那个几百年的树根 就把他挖掉了 把他砍掉 后来啊 他也被个树神处罚了 他的脚筋断掉了 那个报导报导 所以这些事情啊 我们从这个经验当中啊 就知道啊 不同法界的众生 的确都是存在的 绝对不是迷信 只是我们现在没定功啊 你不能突破 你有定功 你突破你就见到了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透过我们的经验啊 也可以去证实这个事情 的确有 只是我们现在呢 有障碍 有障碍 界限啊 这个法界就是有界限嘛 这个科学家讲时空 我们佛法讲法界 每一个法 他都有界限 大小不同 所以说明这个 的确有隆功 这个隆功啊 讲这个经啊 我们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那么我们牢上啊 讲经说法它有善巧方便 一般初学的 这个这个 没有时间给他讲清楚 说明白啊 用表法给他带过 先让他呢 能够有一个 初步的理解 他能够理解的 先讲他能理解的 那以后深入啊 再给他讲这个 更深深入一层 进一步的 这些道理 这些事实 所以当时讲啊 大海中鼻翼四尾 那也没错啊 这个各行各业啊 那么本经是佛在 说杰罗隆功讲的 那这个就 带过去啦 这就带过去啦 那么我们 再来学习这个经啊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龙功啊 也要说明 的确有龙功 那么说杰罗隆王是佛的学生 也是菩萨摩和尚 是容王菩萨 菩萨实现的 那么这些大比丘众 这些菩萨众 都正果啦 都有神通啦 他们那些 实法界他们没有障碍啊 是菩萨实现 说杰罗隆 是范里 意思是咸水海 我们这个世界的海 都是咸的 不是淡水 是咸水 那么佛说法都是意在言外 就是 比意啦 形容啊 这个咸水海 海水咸的 吃起来就苦涩的 那么比喻做苦海 六道轮回啊 就把它比喻做苦海 形容啊 苦海无边啊 回头是岸啊 一直沉默在这个 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当中啊 那是没完没了啊 应该要回头 那么回归到 涅槃的彼岸 我们再看四 第四条 这个苦海是形容六道 特别是指三二道 荣是属于畜生道 不是人道 所以代表三二道的意思 非常明显 那么苦海当然是包括六道 六道通苦 三界通苦啊 这妙法联法经讲的 只要我们不出三界六道 实际上只有苦没有快乐 那个快乐也是苦 叫做坏苦 不是真的 那三二道就更苦了 所以荣它是畜生道 水族类的 那不是人道 所以这个 代表三二道 代表三二道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那实际在 涵盖性来讲 那实际在 代表六道 十法界了 我们再看五 《形色种类各别佛也》 让我们观察这个社会 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的形状不一样 纵然同是人类 形状也不一样 有高的 矮的 有胖的 瘦的 肤色也不相同 有白种人 黄种人 红种人 黑种人 种类差别就更多了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再扩大到一切生物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灰的 形色种类 各个不同 何以有这么多差别 这个形色种类 个别或形是形状 那个体型 形状 色就是颜色 这个种类 就是种族 这个族类 各个不一样 各别佛也 各别就是都不相同 那么这个在龙宫里面讲的 那么佛啊 这指着 给龙王讲大海当中 水族类的众生 很多啊 那形色种类都不一样啊 千差万别啊 种类太多了 那么我们 现在呢 很多礼物的地方啊 都有水族馆 大家呢 如果有去水族馆参观过 现在那个水族馆啊 做得很先进 在美国 在澳洲 在新加坡 在大陆 在日本啊 这些地方啊 我们也都曾经去 参观过 现在那个水族馆啊 它就从 好像地下道一样 然后你走到下面去啊 抬头往上看啊 很多鱼 不同的鱼在游 旁边这个玻璃也都能看 看比较大的 还有比较小的 还有一些石头鱼啊 它就附在那个 海底那个石头上面 你看不出它是鱼 它动了 我们才知道 我原来是一条鱼啊 不然它那个颜色 跟那石头颜色完全一样 你都看不出来 它一动 那是一条鱼耶 那这个金鱼啊 细小的鱼啊 很小很小的 那真的形色种类 那形状 那大的像呢 大鲸鱼 那个好像 好像一艘前腿艇 大鲸鱼 大鲨鱼 海豚 那各种鱼类 那种类实在太多了 我们说不要到海底 就是在那个 一般那个水族馆 你去看啊 哇真的 所以我说 讲这个十善烈道经 应该我们到那个水族馆 然后一边讲 一边看 行色种类个别佛爷啊 那我们实际上 给你看到啊 那我们台湾 应该也有水族馆 那哪一天我们去看看 就在那边讲这一段 那到新加坡去啊 我们到新加坡水族馆 我们去去那边看 然后一边看一边讲这一段 这个这个现场教学啊 所以 那么这个是举出 在水族类啊 因为畜生到是很多啊 陆海空啊 那么这是海 水族类的 陆地的 天上灰的 那这些 都不同 那么这个 让我们观察这个 社会世界 那么我们以此类推嘛 一个水族类 它是一个代表嘛 那水族类就有众生这么多的 形色种类的差别这么多 那你再看看啊 陆地上的 陆地上的这些 左兽 左兽 陆地上跑的 还有爬虫类的 这个 昆虫类的 那左兽 那个老虎啦 野狼啦 那个动物也蛮多的 像我们双西啊 那个 也有好几种野生动物 有这个这个 山猪 我那天上山做法会 庄来师给我讲 有一天中午 他到里面啊 去寻 寻那个水盐啊 看到一只山猪 中午大 两只脚啊 就是我们山上啊 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少 只是我们双西没有猴子 但是我们到阳明山去啊 都有看到猴子 哇 一群一群的 那么这是在陆地上的 空中灰的 老鹰啊 那么根据经典记载啊 最大的是大鹏金吃鸟 哦 它那个两个翅膀一展开啊 比我们现在那个超大的飞机还要大 大鹏金那个啊 中门吃龙的 到海里他的食物就吃龙 所以 那有些龙啊 就躲到这个这个这个 佛的夹沙那边去啦 大鹏金吃鸟要去吃那个龙 那佛慈悲啊 佛就说那为什么要吃龙啊 当时我肚子饿啊 没办法啦 啊 但那个 那佛就说就讲了 说这个 我在请我们佛门的出家众啊 试验啊 这个 早上啊 都要出身 中午 初时 晚上十时 这个出身啊 大鹏金吃鸟 早上啊 出身啊 给他们吃 用咒椅啊 加持 给他们吃 那你就不要去吃龙啦 那这个我看那个电视啊 有看到那个外国人拍的 那个老鹰啊 去抓那个鱼啊 可准啊 我看那个空中啊 好像战斗机一样啊 这样一飞一飞 一下去啊 他的两只爪啊 那个鱼在水里面啊 他一抓就起来了 很准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啊 我就相信啊 佛经讲的大鹏金吃鸟 都是吃龙啊 我就相信啊 那现在的拍这个影片啊 大家如果去看啊 你看这个 看这个节目啊 看那些动物奇观啊 我们就要拿这段经文来学习啦 我就是讲这个啦 讲这个形色种类 个别佛言啊 那么这是讲畜生道的 陆海空的 那在观察我们人 人类 我们地球上的人 那也不一样啊 地球上的人类不一样 那形状也不一样 所以 这个有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那的确这个形状 都是个人啊 不一样 那么皮肤的颜色也不相同 这个我们都很明显了 白种人 黄种人 黑种人 红种人 那么这个族群啊 种类啊 你同样是黄种人 同样是白种人 它又不同 所以我们 我们不知道 看到白种人 都是 我们台语说 阿独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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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比较尖 眼睛比较蓝的 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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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种人 啊 我们以为都是美国人 其实不是啦 有一次我们到大陆去旅游 到 到河南去 看到很多外国人 长得都差不多 那我们就请 我们悟性寺跟他讲英文 他们听不懂 后来才知道呢 是俄罗斯的 他们 那个白种人 他也是不同的族群 那你仔细 后来我再仔细看 那一样白种人 你仔细去看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到英国去看 还有到法国 法国的白种人 跟英国又不太一样 跟德国又不一样 那什么奥地利啊什么 一样白种人他还是很多不同的 还是有不同族群的 那我们黄种人也是一样 也是很多不同的 这个 你看 日本人 韩国人 越南人 还有这个 像柬埔寨的 他也是黄种 但是 不一样 同样一个族群 也不同 同样是黄种人 他也不同 那么在中国大陆就更多了 56个民族 在澳大利亚接受移民的200多个民族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同样黄种人也不一样 那不一样就是他长的形状不一样 还有啊 有些气质也不一样 气质也不一样 那在黄种人当中啊 大概日本人他们有优越感 他觉得他们是最优秀的 的 的确他们有他们的修养跟气质 只不过啊 缺点就是供高我慢 如果他不供高我慢 他只能统治世界 所以我们过去牢上讲过 那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我们同修当中 当然就更清楚了 东南亚的 你说马来西亚的人 跟印尼的人 好像很接近啊 但是还是不一样啊 还有泰国的 斯里兰卡 印度 有一次啊 这个强帝马国师 那前几天来找我 我说 你们长的这个样子 普洋颜色啊 黑黑的啊 跟印度的 一样啊 差不多 那他那个 明空法师说 你看是一样 实际上不一样啊 那就像我们看 看外国人一样 我们看的一样 他看我们跟日本人 也差不多 其实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同样啊 一个颜色种族的人 他还是有不同的 所以人类啊 这个种类差别就更多了 那么有福报的人 跟没有福报的人 那长得又 也是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 常常跟一些当大官的 跟他接触 常常用佛经这个 来对照啊 你怎么能当官呢 的确他有在福报 显在这个像上面 有那个福像 这个我们接触的人多了 这个就比较了解 那以前我在家呢 都没有 接触的会儿非常小 那出家之后啊 在道场啊 接触的三教九流 各行各业啊 都接触 那这个感觉就很明显 的确啊 的确啊 有差别 那同样有福报呢 那福报大小也不一样 所以 这个 从这个地方啊 以此类推 这个 各个族群的人类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那么再扩大到一切的生物 这陆海空啊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灰的 那个形式种类啊 各个不同 那就太多了 那么何以有这么多差别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 什么原因呢 这个 下面啊 第六条讲 我们看第六 如是一切 一切包括动物植物矿物 真的是各不相同 宇宙之间的一切事物 是如何产生的 许多科学家 哲学家 宗教家们 始终没有将真相讲清楚 唯有大圣佛法讲得透彻 如是一切 这么多差别 动物植物矿物 各个不同 那么宇宙这么大的宇宙啊 这一切的事物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会有这些现象 这现象从哪里来的 那自古以来啊 古今中外 很多科学家 哲学家 宗教家呢 都在探讨这个事情 那宇宙从哪里来 怎么来的 那始终啊 讲不清楚 唯有大圣佛法讲得透彻 大圣佛法讲得非常清楚 三千年前就讲得很清楚 这个唯有佛法才能讲得清楚 这个唯有佛法才能讲得清楚 那么没有佛法那就永远不清楚 不知道 那实在讲啊 佛法讲得啊 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只是我们听的人啊 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个鸟啊 在空中它能够飞翔 它也能飞得很远 像那个鸽子啊 有的换鸽子 古时候啊 那个传递书信最快的 快递 古代的快递啊 就是鸽子 那个信啊 绑在鸽子的鸽子的脚 然后鸽子会回到一个地方去 揮一颗传信 那古时候的快递 那鸟怎么会飞呢 它有没有加汽油啊 有没有加油啊 没有 它不用加油 它不用加油就能飞了 我们那个飞机啊 发明了半天 你没有汽油你又飞不动 人家它都不用加油 它就飞起来了 它能飞啊 那我们怎么不能飞呢 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 我们携那个鸟来飞看看 我们飞不上去啊 我们要借很多那些机器才能飞上去 它不用借机器啊 它就两个翅膀一拍一拍就上去了 那也不用加汽油 为什么 这个科学家 什么哲学家 那宗教家都说不清楚的 那宗教家就跟你讲 上帝创造的 就这么一个答案给你 那上帝怎么创造的 上帝又是谁创造的 那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了 那我们读无量寿经啊 我们天天都读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啊 佛不是讲了吗 这个跟阿兰讲啊 有地居天有空居天 那为什么有这些呢 就是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那个业力啊 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导致的 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导致的 那这个业力是什么呢 不可思议 为什么有这个业力 为什么有这个业力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佛告诉你 不可思不可意 你就明白了 你要去思你要去意 你永远不会明白 就这么简单 你越想越想就越想不通 你不想不想就明白了 那这个就是佛力不可思议 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诸佛神力也不可思议 通通是不可思议 所以弥陀经讲不可思议 大圣经都常来讲不可思议 其实这四个字就是 真正告诉我们事实真相 你不可以去思 不可以去意 你参透了 你就大彻大悟 明白了 所以没有佛法就讲不清楚 有佛法就有办法 什么事情都能搞得清楚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到了 大家 第七条我们下星期四再继续来学习 今天是2月2号 下星期四是2月9号 2月9号 2月9号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新春吉祥 原宵节快到了 祝大家原宵节快乐 应该新加坡那边 马来西亚 这个有法人的地方 应该也都有过这个原宵节 祝大家这个小过年 大家吉祥如意 事实顺心 好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了一集 拍了 2月4小时 冬永宵期 2月1日 4月1日 1月1日 感谢观看